龙山分局最近接获情报 住在常态节二十项46号的一名男子刑击可疑 下午派出了三名刑警前往查询 盘问后发现这名可疑的男子 就是香港巨伤王德辉绑架案的主要嫌犯叶容天 嫌犯在征询室招任 今年四月间在香港作案得款后 立即遣来台湾 并将两亿多的赃款存在台北第一银行中校分行 警方除了找到叶容天的剩余四千美元 及三千多港币的赃款外 还找到手枪扁钻等凶器 警方目前正扩大侦办中